安曼是我们此次巴黎岛旅行的第一家酒店 它位于屋布市 今天所有的分享都是基于我自己的自费入住体验 没有任何合作赞助 我们这次住的是11号房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房间里开始我们的room tour吧 整间安曼一共31间客房 其中还包含了spa房、massage房 所以入住的客人很少 私密性也很强、很安静 比较适合两口子来度假 如果有带小朋友入住的家庭 其实我更推荐埃安曼就是阿亚纳度假村 是我们入住的第二家酒店 我超级喜欢这个屋顶 整间屋子都是用木头做的 没有用一颗螺丝钉罗帽 管家已经为我们摆上了可爱的水果和鸡蛋花 这里就是浴室部分 管家也把我们的行李送来了 打开窗是安曼的丛林景色 酒店坐了在一个山谷中 满眼都是绿色 我们就是在蛙山柴蜜中睡去 又在鸟叫声中醒来 巴黎岛整体的网速都不是很快 索性放下手机 看看这绿色的世界吧 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 可以在有池边的小凉亭里 喝一杯免费的下午茶 是一杯金蜇茶和一点小点心 我就在这个凉亭里看了好久好久 远处的山谷里就是著名的巴黎Slim 巴黎岛秋天 想要去玩的妹子们 一定要穿飘逸的 对比度比较强烈的裙子哦 安曼的工作人员数量不是很多 进出但都能够精确地叫出 我们的名字和我们的打招呼 酒店内工作人员基本上都可以 无障碍应与沟通 安曼距离巴黎岛机场 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路程 除了接送机以外 它还可以提供 屋布市区范围内的 所有的免费车接车坐 如果有换酒店服务的需求 安曼也可以提供免费送客的服务 这是酒店的巴尔部分 坐在这种高高的屋顶下 真的超级的凉快 还有一种竹子的清香 安曼距离所有的网红景点 包括大房宫 屋布市场 巴厘岛秋千都不是很远 虽然酒店的植被非常多 但是不用担心 女生们害怕的人虫 基本上没有 想要看印度洋景色小伙伴们 可以关注我们下一期 爱亚娜和宝格丽哦